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二文名詞的數 當名詞的數量有改變的時候 單字的字尾會隨著陰陽中性而改變 例如陽性 如果它是一般子音結尾的話 就是在字尾直接加ㄟ 如果是短音儀或milkysnack結尾的話 就是去掉短音儀跟milkysnack再加長音儀 例如student 學生一般子音結尾 所以它的附數就是student 直接在字尾加上ㄟ 第二個例子 musei 博物館 字尾是短音儀 所以就是去掉短音儀之後加上長音儀 變成ㄟ 那milkysnack怎麼變呢 大學教師 字尾是milkysnack 所以去掉milkysnack之後加上長音儀 變成 你把頭肉切り 然後再來是一性的複數 字尾是阿結尾呢 就把阿去掉加上ㄟ 例如mama mama 字尾是阿 所以把阿去掉加ㄟ 變成mami 媽媽們 第二個例子 結尾是亞 心味亞 家庭結尾是亞 所以把亞去掉加上長音儀 變成心味儀 第三個例子 字尾是milkysnack結尾 字尾是milkysnack結尾 所以把milkysnack去掉之後加上長音儀 變成 中性字的變法呢 如果字尾是歐的話 就把歐去掉加上阿 bismo 信 字尾歐去掉 歐之後加上阿 變成bisma 在變回複數的時候 有些中語為自己會改變 我的字尾是耶的話 就把耶去掉加上亞 例如 摩連 海洋 字尾是耶結尾 所以把耶去掉之後加上 亞 變成 摩連 然後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 字尾前的字母是 個可赫 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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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呢 後面一律都是加長音儀 因為這是跟語音學有關的 那如果它是加尾的話呢 會很難發音 所以它都是加上長音儀 這邊要特別注意 有一些名詞 只有單數 例如 原素 原料 食物 情感 運動 科學名稱等等的名詞 也有只有 複數的名詞 例如 異態物質跟實踐等等 概念跟英文 其實差不多 好 今天的影片就接收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訂閱我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希望大家都有聽明白喔